各位不要再分顏色了 也不要再把人貼標籤了 市民的意見最重要 同學那妳會覺得說 柯文哲是破口的這句話嗎 我不認同任何人是破口 選舉是我在選 然後候選人就是我 以後未來四年八年做事的人都是我 選民是人不是票 我們面對很多的挑戰 極端氣候人口老化 還有台北市的居住爭議 高齡小子 誰可以馬上上手 無縫接軌 我想市民都在看這個 也不是每天看著名嘴 他們去分析票數 前清明黨文就說 我突然說 黃珊珊幫助下去 妳會覺得她這個話有點嚴重嗎 她是說她 我不知道她說的內容 是我就沒有時間看 但是她可能是對 我們的同仁或者是其他的 我覺得 昆明本來就是一個很自我的人 所以我也很尊重她的意見 我有問題還是會請教她 因為她說是因為柯文哲在這邊 所以幫不下去 他們柯團隊的人格格服務 而且是她有說要寧願離開問題 還有大概連續是怎麼講 我沒有看這些報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都尊重每一個人的意見 我的好朋友 每一個人都很願意幫我 這我都很謝謝 可是這樣會不會擔憂到 這樣會不會擔憂到 您在黨內的整合問題 因為其實像是宋主席 還有黃寒相對這次的委員會 我這次是用無黨籍的參選 所以沒有什麼黨內的問題 那怎麼看就是說 我聽聽她就是說 她認為柯尚會是您最大的破口 會讓你一定拿不到綠的票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意見 對大家的意見 我們都會參考 但是不會把它投武斷的 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訴求的叫做全體台北市民 各位不要再分顏色了 也不要再把人貼標籤了 黃副代你會講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 那她有她的意見 我想市民的意見最重要 黃副代你會覺得說 柯文哲是破口的這句話 我不認同任何人是破口 選舉是我在選 然後候選人就是我 以後未來四年八年做事的人都是我 那您會覺得說柯市長現在 反而變成自己的包袱嗎 我剛剛說了候選人是我 那會因為她還有分析選情 說這一次藍綠輸贏在七萬票之內 您的致勝關鍵在年輕人出來投票 要催票年輕人這部分 您有什麼樣的 每一個人的評估都有每一個人 我看到每個名嘴都有自己的算法 但是我還是強調選民是人不是票 那催票我們希望年輕人 包括不管任何人都應該出來投票 這次有十八歲公民權 這個修憲的門檻很高 所以一定要請大家出來投票 我想這次選情大家也都看到了 臺北市未來四年到八年 這個臺北市長是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他是講了 我們面對很多的挑戰 極端氣候人口老化 還有臺北市居住爭議高齡小子 這些可能都是必須要有極戰力的 重點在於說誰可以馬上上手 無縫接軌 我想市民都在看這個 而不是每天看著名嘴 他們去分析票數 我覺得這還是在低估臺北市民的智慧 我還是希望說選民沒有顏色 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 每一個人都看到這些參考 還是回過頭來想想 你自己想要投給誰 你是自由的 那最後倒數要怎麼把年輕人 就是讓他們能夠真的出來投票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象 那出來投票是大家的義務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用各種的方法 希望年輕人出來投票 像我昨天蔡市長就有一些阿嬤跟我說 譬如說他的女兒連高鐵票都決定訂好 他會回來投票 所以有些人會反省 在中南部念大學的 我們也希望他回來投票 那臺北的年輕人 當然就希望大家都出來投票 重點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 臺灣的未來 所以這次投票 當然是希望大家也能夠出來投票 你說因為過去的城市長有喊過 就是這一定要聽媽媽的話 這一定要聽年輕人的話 聽孫子的話 聽兒子的話 你們這次也會有類似的 這一次我們在地方上 如果你們跟我的小街看到 很多人都說是 有些阿嬤都跟我說 是我孫子叫我投給你 看起來不用我們宣傳 其實孫子已經開始做這件事了 董事長問一下你怎麼看說 高宏安爆出這個基金的問題 好像有助理出面指控說 如果是請病假跟試假的話 必須要把他扣掉錢 然後再繳回辦公室的基金 這相關細節 我並不清楚 我台北的選情已經很忙了 我覺得如果有相關的事情 有不法有相關的事情 不要用爆料的吧 他如果都有法律的處理 那怎麼看就是說 但是不用去 不用去影射 到現在為止 好像也沒有人拿出證據 來直接去做什麼事 所以每一天 拿這種假的訊息 或者是不 沒經確認的訊息 我覺得沒有必要回應 那你已經在臉書上面有PO 就是說最欣賞的 政治人物是前行 就是孫英權 怎麼會就是說 因為我這兩天剛好去上節目 然後剛好在整理我的舊照片 你就看到我一個大肚子的照片 那旁邊剛好貼了 放的就是這張孫英 曾經院長的照片 那看到其實很有感觸 那很久以前跟他見的面 那一天我都還立立在那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心裡的典範 我覺得我覺得我 你會去思念一個政治人物其實並不多的 所以我想孫英權在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應該都是蠻感念他當年對台灣的貢獻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是把這些典範 當成你未來不管施政或執政 你都要有一個很好的典範 就這件事情 你沒有什麼特別就剛好看到 然後很有感觸 會想念他 最欣賞他的地方是在哪裡 因為他是工程師 他有工程師的科學 然後他有人文觀環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徹底的執行者 包括規劃 玩的執行 我覺得規劃政策並不難 因為很多人都可以規劃政策 但是能夠徹底的執行 就像我們在台北市政府 重點在於執行 與規劃設斬很簡單 但是要真的做出來才不容易 那包括防疫 講一講很容易 那我在執行 我在台北市就是一個執行者的角色 所以這對我來說 執行力比空話重要 那指中說 說你投這一篇 就是順利選這一篇 是在搶升藍的選票 我覺得台灣人 不會再把這個事情 變成藍跟綠吧 執行力難道還有顏色嗎 因為昨天剛好玩有波紋 截圖來聲援許小青的 這次玉粉專事件 那您自己也會來 這件事情 對許小青做一些聲援的一些看法 我昨天就是看說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藍綠惡豆 藍豆綠 綠豆藍 兩個不斷的用各種方法 想要把對 無所不用其極的做這些事 藍營裡面也有 也有類似的側翼做過很多 把我也抹黑 不是嗎 所以重點是 抹黑別人 反正是不對的 而不是聲援誰的問題 藍綠裡面為了 為了惡豆 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 不是今天才有 我想這個也不用五十步小百步 那黃柱怎麼看 昨天許小青演出 有曝光最近的對話內容 他們說 這個粉專是進辦要求要刪除的 那甚至還說要幫忙仇慾失誡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看到就是藍綠惡豆 那黃柱怎麼看說 在兩份民調中您都拿到第二 但是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有五區都是領先 民調就是參考 我想最近的民調會 還有在民調封關以前 會有更多的民調 那這幾份民調反而是 比較有公信力的單位提出來 我們也覺得還會參考 但是我覺得民眾也可以去看看 他細部的數字 那重點在於民眾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最近我們因為在跑 離選舉比較近了 民眾表態的意願也比較高了 所以慢慢慢慢我覺得大家都 很多潛在的民眾 他開始已經有投票的意向 所以其實我常說 你不要去看民調數字 你去問問你身邊周邊的人 就知道你應該要投給誰 因為你旁邊的人 大部分人投給誰 這個民調有時候是掉不出來的 我想問一下你怎麼看說 柯市長前幾天開記者會聲援高鴻安 那相較起來 他好像比較常跟高鴻安同台 你有感覺到好像有種 氣飽的效應在發酵嗎 誰 氣飽 就是說因為新竹換台北 這樣的一個聲音一直喘出 你有感覺到這樣的聲音嗎 柯市長氣飽台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比較 強跟高鴻安同台 那好像比較少跟你 就是在一起 我們同台他還少嗎 我們每一天幾乎都有同台 不是嗎 所以大家每天都在用這種方式去揣測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做分化好嗎 台北市是重中之重 對市長來說 這是他執政的延續 這怎麼可能去棄保 柯文哲市長對台北的 對我的期許 對台北市的未來的規劃 其實我們都是長遠的 所以這種話請不要再說了 但是高鴻安去拜會 楊文科縣長這個部分 是好像柯市長都沒有任何回應 是不是政治墨許在藍白頭 我昨天已經說了 他們好像是一個 談新竹合作的事件 那我在台北市的選情已經很忙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新竹的事吧 不要把它想成太多 不要想太多 我覺得選舉 還是回到台北市的選情 台北市的候選人 哪一個適合當台北市長 能不能夠應付未來的 這些相關的挑戰 台北市長不需要 一個再來實習兩年的人 不需要一個說空話的人 我們還是回到台北市的選舉 看候選人的本質 然後撕掉政黨的外衣 台北市民應該會做出很理智的選擇 那好 因為今天這個雙子是開發案 今天好不容易就是要開始興建 對 那因為之前有應有自己 譬如說這個權力經的問題 還有這怎麼去劃分 現在如果就是說 你當選市長之後 你會怎麼把這些事情 主要不讓議員在一起 這個議約都已經完成了 而且是公開透明 憲政委員會 我不知道議員要質疑些什麼 如果他有質疑團 請他提出具體的方式 具體的內容來 那如果議約有問題的話 就像當年的議約有問題 你就可以送檢票啊 當年的馬英九的議約 不是現在才判嘛 所以如果有議約 如果你有質疑 就請做相關的程序處理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質疑 那黃布今天是來搶松山的票倉嗎 這裡是我常常來的地方啊 剛剛會長也是說 我以前本來就是督管市場的 所以我跟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 每個市場我都會盡量走到 台北市民視人不是票 而且不是某種顏色的票 好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